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中文字型的部分怎麼做 那麼您預設進來呢 比如說我們以剛剛這個範本來講 好 我就回到這邊 你有沒有覺得左手邊看起來好熟悉的感覺 好 泡沫裡面稱作投影片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知道怎麼調換播放順序了吧 不會的 不能從這裡跳下去 要從樓梯慢慢跳下去 因為我們在二樓嘛 來 你點到它 點兩下 打中文 哇 有沒有發現打不進去 對不對 因為它告訴你的字型不行 所以我們找右手邊 您看一下在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現在字體是哪一個 是這個 英文的嘛 所以不行 那你就先來這邊選 選看看你電腦裡面的字型 我們這裡應該沒有太多吧 對 標準的 不會有這個 那你第一次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加載的動作 就是第一次用的時候 會比較有 下次你在其他地方 會用到這字型的 所以就直接用了 所以只有這個地方它會告訴你 喝杯咖啡這樣子 不過像我剛剛講的 一般我們簡報裡面 大部分是用 頂多用二到三種 中文字型就非常多了 你用太多 簡報本來就會變大 就會變大 因為畢竟它必須要把字型的 部分稍微處理一下 好 我的已經快好了 OK 那我們現在回頭來 字型已經處理好了 請問中文可以嗎 可以的對不對 好 字要變大變小 這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好 所以中文字的部分 就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好 那其他的都一樣的方式 好 其他都一樣的方式 好